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手维的Bit Data 那简单讲 他其实就是这个资料的 这个右达 有没有讲的这个Volume 右达 Varalty 它的资料是这个右达 然后这个资料呢 成长的非常非常快 又快速 谈到了最后我们今天做点 在这个所谓IoT上的Bit Data 但是其实general来讲 Bit Data 裡面有很多值得我們去探討 比較小心的一些關鍵點 原本很有名的書 這個就叫《大數據》 作者是牛津大學的Professor Mel Schuber 像他最近才剛來過我們台灣 跟我們張正正副院長 還有一些長官做過對談 他這個書非常有意思 裡面他跟他稍微分享 你們就提到這個Bit Data 的五大觀念 除了剛剛有講過的 比如說在Bit Data 時代裡面 量有時候比這個值更重要 當這個量大到一個程度的時候 其實很多這種Noise 其實它可以被變成是少數 所以這個量是一個非常重要 另外要找出所謂的相關性 一般我們找出來的 第一個角度常常看到的是相關性 但是這個可能就很有用 再來會有一些例子 但是這個相關性不一定是因果關係 講一個例子 有人做過統計 發現了澳洲他們的人口 人口數 跟澳洲有一種鳥的數量 是成正比的 這個搞出來也是一種相關性 但是你不能把它當成因果關係 你不能想說 那我澳洲就想說 我如果要提高我的這個人口 我就大量的繁殖這種鳥 人口就會變多 當然不能這樣想 所以就是說 待會兒我會講到一些例子 我們用Bit Data 去做 可以做各種分析 但是找出來的這些相關性 這個必須小心要分析是因果 另外就是說 這個有很多各式各樣的Data 其實有時候看起來好像 不見得相關 其實都是很有用的 還有就是說 這個就是今天我要特別提的 就是 只要有這種Ridea 小公司 它也可能可以創新 這個 只要有這個Big Success 這個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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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